是的 主 我们赞美要直到万代 因为你这一位是配得一切赞美荣耀的主 今天早上我们存着这样的感恩和赞美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这一位世代的主 这一位呼召我们跟从的主 恳求主悦纳我们一切的赞美 也恩待我们思考到先贤的信心 先贤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恳求主今天也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遵行你的话语 因为凡是遵行的就蒙福 愿恩典的主今天早上 在我们的敬拜中 越让我们的敬拜也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 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内容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只是我记得当中 有一幕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这一幕是讲到有一个国王要到一个小镇去 去寻查 于是这个小镇的镇长 知道了国王很快就要来 哇不得了了 在国王来之前 全镇都要动员起来 有一个地方国王要下榻住的地方 所有的这个房间 空间全部换新的东西 因为他是国王 哇我就看到电影描述 这一群人 就在那一边漏夜赶工 要准备国王来到 于是做好一切准备 最后国王来了 而且来之前的半小时 最后的工程才结束 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 从小到今天 那么这个印象 希望能帮助我们 今天了解启示录最后一章 这个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 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 我们这个经文是 启示录系列信息的最后一场 下礼拜开始12月了 我们要进入圣诞佳节的信息了 但是我希望 进入圣诞佳节的信息之前 让我们再用这样的心情 来看一看启示录 22章第七节 刚刚已经读过 再读一次好吗 耶稣说 看啊 我快要来了 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有福了 假如把我刚刚讲的 这个电影的那一幕 放在这里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明白了 假如这个王要回来 在回来之前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迎接这位王来 对吗 也就是王也期待着 他的百姓 在他来的时候 他们做好这个准备 对吗 那么现在圣经说什么呢 我快要来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呢 那就是下面讲的了 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有福了 换句话说 把这个遵守书上预言 就有福的 这个具体的行动 其实就是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期待着 他的百姓要完成的 对吗 在他来之前 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 就好像电影中那位国王 要来到这个小镇之前 全镇的人都要动员 预备好 迎接这位王的来到 把这一个场景 放在这里来读这段经文 我相信我们就对 遵守书上预言 就蒙福的这个真理 有一个更迫切的了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段话 放在整卷启示录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是启示录最后个段落 是吧 相信这个图 各位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是吧 22章的段落 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 而今天的段落 22章第七节 正是在启示录 最后一章 假如您还记得 我们这个启示录系列信息 一开始讲第一章 其实就有一节经文 与今天的经文 非常的相近的 有相同的主题的 记得吗 那是在第一章 人子异象的时候说的 你一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第一章讲了一次 二十二章讲了一次 那么第一章怎么讲的呢 一章三节 一起读好吗 读这本书的人多么有福啊 听见这预言 并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 多么有福啊 因为这一切事实现的日子 快要到了 你可以想象这位作者 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在一章三节他就写了 这么重要的信息 一开始就要提醒读者了 你们要遵守这卷书 的预言 遵守的人就有福了 一章三节 开宗明义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他就继续写了 继续写了 继续写了 写写写写写写写 写到最后一章了 老人家还不放心啊 再讲一次 在二十二章第七节 最后一章 再讲一次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位作者 约翰 他多么的盼望 他的读者 收信的教会 一开始明白这个真理 最后结束的时候 再重温这个真理 对吗 当然圣经的作者 不止人为作者 我们也知道 圣灵是作者 是吧 所以这也代表着 神永恒的心意 就在体示录最前的一章 和最后一章中 向所有的教会表达出来了 那就是主再来了 在他来之前 他多么愿意看见 他的百姓 他的众教会 能够遵守神的旨意 神的真道 而因此蒙福 因此 我们假如把这两段经文 放在一起看的话 那真是看见非常平行的主题 第一个两边都提到遵守 之后两边都提到 有福 这是一个蒙福的段落 从头到尾都是如此 但是焦点来了 这两节圣经都提到一个词汇 一章三节说 听见这预言并遵守的 二十二章第七节 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是吗 所以这两段经文 不只提到遵守和有福 也提到同一个词汇 叫做预言 在往下分享之前 必须要搞清楚 什么叫预言了 那也就是说 什么是预言呢 我不知道在您的脑海中 你读圣经已经读了很多次了 看到这个词汇也很多次了 你知道这预言是什么意思吗 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念 最直接的观念 什么是预言 或者问另外一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群体的人 常常说预言的 对啊 先知不止一个 所以是众先知 众先知 说预言嘛 这个观念在圣经中 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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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在中文的词汇 预言这个词啊 我们常常会直接联想 预言是什么呢 是预告之言 对不对 所以叫预言嘛 那么刚刚又讲 先知说预言嘛 那么先知这个词汇呢 又给我们直接 用中文的角度来联想 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个成语 叫做什么 未卜先知 所以这一群未卜先知的人 说预告之言 这个就是预言啊 所以我们一对预言这个词汇 一听呢 常常会觉得 预言者就是跟大家讲讲 以后要发生的事了 不过这是中文试经 圣经的原意是不是这样了 我们要去寻求了 那么怎么寻求了 最直接最根本 最不加油添触 最原知原味的做法 我觉得最中性 最有根趣的做法 那就是去看看 先知说预言 到底说了些什么嘛 是吧 那么这个是最客观的嘛 不需要用什么学派 什么学者的意见 那先知说预言的记录 在哪里啊 在圣经对不对 有一个范围的书 叫做什么书啊 先知书 刚刚有人更讲的仔细了 就大小先知书 对不对 为什么有大有小的 是不是先知长得胖比较瘦啊 不是了 是他所作品的篇幅比较长 有五卷大先知书 篇幅长的 赛耶埃结旦 是吧 以赛亚耶利米 耶利米埃哥 以西结旦伊里 这五卷叫做大先知书 因为篇幅比较长 还有十二卷小先知书 是篇幅比较短的 记不记得啊 其实用圣经的中文标准简写 就很容易记了 和尔摩尔 拉米 红哈 翻盖 亚麻 十二卷 那合起来 十七卷是吧 假如我们对这十七卷 大先知和小先知书 做一个快速的阅读 了看似的阅读 不需要仔细查经了 只是这样子 了看似的阅读 就会发现 一个重要的观察 这个观察 很多圣经学者 已经做出来了 那就是 中文词汇的联想 合不合一圣经的根据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做这件事了 而做完这件事 我们就发现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 多少圣经学者 都一样的看见的 你回去看看 也一样能找到 就是 就约圣经十七卷 先知书里面 那就是先知 所说的预言了嘛 教导真理的篇幅 远远比预告将来的篇幅 多的多 长的多 只要你从头到尾 稍微看一看 你就能明白 这是对的 不过你假如再仔细去 做一点统计 圣经学者已经做了 那么就看见 所谓多的多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预告将来的篇幅 分成几类的话 第一类是预告 弥赛亚来临 先知有没有讲这件事 有 将来弥赛亚诞生在伯利恒 是吧 以赛亚书说 他是受苦的仆人 他的肩膀承担政权 他是这一位奇妙测试 等等 这一类的经文 合起来篇幅少于2% 第二类 预告新约时代的篇幅 新约时代要来临了 严利米苏直接讲到 将来有一个新约了 然后约尔书讲到 在那个时代 老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建异象 等等等等 这一类的经文 少于5% 以篇幅来算 之后还有预告 未来事件的 这些经文的篇幅 少于1% 譬如什么 譬如耶利米告诉 当时代的人说 你们要赶快 尊神而行 赶快悔改 否则 外国要来把你们 掳掠而去 不过神有恩典 70年之后 你们要回来 这个耶利米讲的时候 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是关于 未来事件的篇幅 这种经文 少于1% 这样 了解了吗 加起来 不管你用什么语言的版本 来看圣经 这样类 这一类的经文 就是预告将来的经文 绝对少于10% 换一句话说 90%以上的 先知所说的预言内容 是什么呢 是教导真理 占绝大部分 而预告将来的部分 少于10% 那先知书 难道没有讲将来吗 当然有讲将来 譬如以赛亚书有讲 将来有新天新地 是吧 然后呢 以西结书有讲到 新耶路撒冷 如此类推 那么 但是 所有这不同类别的 预告将来的经文 的篇幅 少于10% 我希望大家 对预言这个词汇 经过这个第一手的整理 这种整理 没有加入什么学者 学派的意见 纯粹是看经文得出来的观察 是吗 我是觉得最原汁原味 最第一手了 最中肯了 那么这个中肯的意见 那就是 是什么呢 那就是 旧约先知书 17卷先知书合起来 教导真理 远远比预告将来的篇幅 多得多 重要得多 譬如 以这个 马拉基书 最后一卷 先知书来讲 好不好 每一卷先知书都如此了 以这个最后一卷 比较小的 短的先知书来讲 马拉基在先知书里面 讲什么呢 马拉基先知书 你们不要欺负 那个少年所取的欺 你们要忠心爱他 不要他年老了怎么样 人老就怎么样 我不敢讲 你千万要爱惜你少年所取的欺 社会要有公义 社会不能欺负来欺负去 骗来骗去 这社会公义 意思就是说 以马拉基先知而言 他是教导百姓怎么过生活 你们献祭 不要拿那个缺眼的 缺腿的祭物去献 要用最好的献给神 如此类推 讲到献祭的态度 献祭的实施 讲到夫妻的伦理生活 讲到家庭父子应该如此 讲到社会要有公义 如此类推 其他先知书也是一样 仔细一读 其实先知书的根基在于摩西五经 先知就是要挽回当时的百姓 回到摩西五经律法的教导 过一个和神心意的生活 这就是先知书教导真理的篇幅 而这个篇幅远远超过预告将来的部分 先知当然有讲预告将来 不过经过这样的一个成分的分析 我们就明白了 今天我们一看到预言这两个字的时候 不要把它想成 那就是圣经讲预言 就是全部是将来 先知书给我们最正确的数据 用这个观点来思考 今天我们在读过的这两段经文 听见这预言又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 多么有福啊 一章三节和二十二章第七节 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 有福了 重新把预言的意义放进去 那就是什么呢 当然启示录有预言啊 有讲将来的部分啊 当然有啊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是不是啊 还有呢 耶稣基督要再来 这里讲我要再来 这些都还没有发生 还有白色宝座的审判 还没有发生 对吗 还好还没有呢 我们还有机会是吧 等等了 是的 有启示录有讲到将来 但是用先知书的这个数据 作为了解的根据的话 你也可以同样认知 预言这个字 在启示录中 也同样是教导真理为主的 若是您刚刚来华元堂 或者这个来了不久 欢迎你回去再次看华元堂网站中 对于启示录主日信息系列的一些讲解 里面就告诉我们 启示录这卷书 不是全讲将来 然后变成一本算命书 不是 启示录是教导真理的书 当然有讲将来 不过教导真理那是重点 所以才能这样讲 遵守嘛 假如全讲将来 那有什么好遵守的 是吧 遵守当然是现在的事 现在的道理 现在的神的话语 了解了这个 我们才能够往下讲 这是启示录最后一次 那么复习一下 也是回顾一下 原来启示录的信息 不是预告将来而已 有 不过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教导实行的真理 有了这个做基础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 原来遵守神的道 而蒙福这个主题 不是启示录才有的 从摩西五经开始就有了 生命纪五章二十九节 譬如举例 摩西告诉他们说 遵守我一切的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 神透过摩西跟百姓说 叫他们遵守我的诫命 就是神的诫命 一切的诫命 于是子孙永远得福 遵守得福 这个主题早就出现了 同其他的经文 我就不一一读了 生命纪五章三十三节 六章三节等等 摩西五经 就已经落实在 这个重要的信息之中了 接下去摩西的接班人 约书亚也是这样说的 约书亚说什么呢 遵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这个就是蒙福 所以摩西这样说 约书亚这样说 是吧 然后诗篇也这样讲 一百一十九篇第一节 行为完全遵行 耶和华律法德 这人变为什么 有福 遵守和有福 这个主题诗篇讲很多 然后先知也说 譬如耶尼米说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摩西五经这样讲 约书亚记历史书这样讲 诗篇的智慧书也这样讲 先知书也这样讲 旧约四大分类都提到这个主题 换句话说 全本圣经 旧约圣经都提到 新约又怎么样了 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讲 遵守的人有福了 约翰福音也有类似的做法 难怪了难怪 难怪什么 今天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头和尾 提到同样的主题 假如我们把启示录 放到整本圣经的这个结构来看 那就更有意思了 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开头 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结束 原来在圣经开头的段落 和圣经结束的段落 圣经最后一卷书的开始 和圣经最后一卷书的结束 都提到这个主题 请问这个主题 是不是由此很有把握的说 这是神要他百姓做的事情 对不对 行道是神对信徒们 永恒不变的旨意 从旧约到新约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要更明白 行道这个真理了 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真理 是不是 也是王要回来之前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的 是吗 那这样子的话 难怪耶稣讲这句话了 这句话太重要了 路加福音六章47到49节 我节要的把它写在这里 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听见我的话就句型的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意思就是说 这个房子有稳固的地基了 是吗 然后呢 下面继续说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谁冲谁急倒塌了 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另外一个对比 是那个没有打根基 就盖房子的人 风一吹 雨一冲 房子就没了 当然这是耶稣时代的房子 那个时候的房子 都是用简单建材做的 所以要能够稳固的存在 必须要有根基 就是房角石 要把这个房子 立在房角石上 才能够稳固的存在 风吹雨打才能站得稳 这种代表什么人呢 代表着听了又去行的人 另外一个比喻 那就是没有根基的房子 看起来是一样的 不过风吹雨打的时候 就看出不一样了 因为这样的房子 经不起考验 而且就毁坏了 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 当然不是建筑学了 是属灵的建筑学 是吧 一个人灵命的建立 和一个人信仰的追求 必须要行道 假如不行道 光是听道 那么考验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存留了 这样的话 遵行真道的重要 我们越来越看到了 是吧 第一个 刚刚已经不知道 讲了多少次了 遵守就蒙福 这是整本圣经的一贯的真理 所以行道 使人蒙福 对吗 太重要了 行道 使人蒙福 既然这样的话 让我们就会想到 有一节圣经 在雅各书 也讲到同样的主题 它怎么说呢 一起读好吗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这一节圣经 又给我们对行道 这个主题 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了解了 因为行道与否 跟自己有没有欺骗自己有关 什么叫自己欺哄自己 等一下我们可以多一点解释 不过起码可以看见 自己不认识自己 才会自己欺骗自己 被欺骗的人是谁 自己 谁骗你自己 我自己骗自己 意思就是说 行道这个主题 原来跟认识自己有关 扩大来讲 认识论有关 人能不能认识自己 人能不能认识真道 扩而大之 人能不能认识神 不是在于听而已 听当然重要 那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在于行 那么雅各书就把这个真理 更进一步的讲出来了 其实这个道理 在我们的生命经历 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 什么真理呢 那就是 你不去行 你很多事情 你虽然知道 但是你还不知道 你知道 但是没有真正知道 举个例子 好不好 一个人学语言 我相信在座 一定有人学过很多语言 是吧 我就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给你听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我小小的背景 我是在澳门出生的 我那个年代的澳门 有三种语言 是一定在社会上流传的 一个是葡萄牙文 因为那时 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 第二英文是国际语言 从小就要学英文 第三个是华人讲的语言 叫做粤语 广东话 那个年代 澳门很少人讲 国语或者普通话的 那个年代 黄连孔的华人 都讲广东话 我讲了13年 之后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哎呀糟糕了 这里不讲广东话的 讲一种语言叫国语 哇那怎么办呢 学咯 不过你也听过一句话吗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广东人讲普通话 哎呀 真的啊 刚刚学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我讲什么 你也不能怪我们广东人 因为粤语的发音系统 跟国语的发音系统 很大的不同 有两部分很大的不同 而这两部分就造成很多 听国语的人 听粤语的人 讲普通话 讲官话 就带来极大的困扰 第一部分 粤语的发音系统 没有切齿音 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 什么是切齿音 你都不知道 是吧 当然你不知道 因为你从小就讲这个语言 你不需要学这个 语言学的专有名词 什么叫切齿音 你知道吗 国音大权有解释的 切齿音就是上下的牙齿 咬住 气从喉咙吹出来 发出 吱 吱 吱的声音 你们不需要读这个 你一出声就讲嘛 所以你不需要读 国音大权有教你 什么叫切齿音 但是粤语没有切齿音的 所以我们讲一二三四 广东人通常没有四这个声音 只有一二三细 没有切齿音嘛 我们就是细嘛 另外一个挑战就更大了 叫做卷舌音 哎呦麻烦了 粤语没有卷舌音的 但是国音大权有啊 我学过啊 我会背呢 卷舌音是什么呢 卷舌音者 舌头卷曲至于上额 气从喉咙吹出发出 吱 吱 吱的声音 你会发你 但是你从来没读过国音大权 因为你不需要嘛 但是对于一个 学这个语言的人就需要了 你看我背得多么滚瓜烂熟 是吧 所以八九十 对粤语的人来讲 没有十这个声音的 我们只会说八九十 你不要怪我了 这语言就是这样吧 所以你要考一个粤语 为主的人 广东人 会不会讲国语 你只要听他讲一句话 就可以了 你叫他讲下面这句话 四十加四四 四十四 对不对 广东人一定讲到最后就 细细加细 细细细细细 你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要笑我们 对不起 我们的发音系统 没有这两种 是吧 好了 讲了这么多 你就笑我了 不过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要讲的是 假如我当年学国语的时候 我把刚刚那两段 国音大全对切齿音和卷舌音的描述 说明背的滚瓜烂熟 我背的很熟 我刚刚跟你讲了 但是我从来不去讲 请问我会不会讲 当然不会 我只会背 什么叫做切齿音 什么叫做卷舌音 我从来也不发这个音 请问我会不会讲国语 到今天还是细细加细细细细 那你怎么听我讲道 是不是 换句话说 你不去行 你只知道国音大全 你是不了解 什么叫做国音大全的内容的 对吗 你不行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同意吗 同意 再举一个例子 学烹饪也是 这里很多烹饪高手 我知道 不过也有一些烹饪新手 我知道了 其实学烹饪很简单 现在很多食谱 你看我发音是食谱 你听得懂吗 不是洗谱 食谱 食谱有很多的名菜怎么做 材料是什么 过程怎么样 都讲得很清楚 你可以背起来 麻婆豆腐 会不会做 会 预备麻婆 不是麻婆 这名称 预备碎肉 备用 合适的碎肉 备用 然后豆腐切丁 备用 然后中腔 葱姜蒜 备用 然后芝麻酱 辣椒酱 备用 然后这个是材料 然后还有这个过程 油锅烧红 制入 备用汁 肉屑 快炒 加入葱姜蒜 增香 增加香味 这个肉快熟的时候 把这个豆腐丁放进去 快速搅拌 放入芝麻酱 辣椒酱 起锅 上盘 这样 你看我背得多熟 请问 我把以上那一段食谱 背得很熟 但是从来不下厨 请问我会不会煮 你能不能等我有一天 请你吃麻婆豆腐 等不到那一天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把食谱背熟 但是不实际去下厨 我连食谱上面 写的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懂 食谱说 烧油至红 什么叫烧油到红 油有颜色的 红橙黄绿蓝定子 不是嘛 你要下去看 原来这个叫做烧红 切钉备用 钉有多大 什么叫做备用 你要做才知道 你不做的话 食谱背得在手 也无济于事 同意吗 同意 好像有点怀疑的样子 再举个例子 学游泳 学任何一种技术都这样 从小我爸爸妈妈觉得游泳很危险 所以不给我学游泳 虽然我的名字有三点水 但是我不会游泳 直到29岁 我觉得应该学游泳 健身一下 所以我就29岁开始学游泳 那么为了健身 我就学101种方式了 101种就是几种 就是一种 那一种叫挖式 挖式 学游泳很简单 有游泳大拳 游泳大拳讲得很清楚的 你知道吗 挖式怎么游 你知道吗 我会背 双手置于胸前 用力伸出 然后手掌旋转180度 五指并拢 用力滑水收回胸前 如此循环 这个就是游泳大拳 还有脚 大腿收缩 收紧 然后脚掌伸直 然后用力踢水45度 如此循环 这个就是游泳 挖式就这样游 背得多熟 但是请问你 我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我从来不下水 请问我会不会游泳 我背狠熟也不会啊 不会啊 懂了吗 懂了吗 懂什么 懂下面我讲这句话吗 假如 假如 学语言 光学国营大拳 背得滚瓜烂熟 不去做 你永远不懂 学煮菜 你把食谱背得滚瓜烂熟 你从来不下厨 你也不懂 学游泳 你把游泳大拳 背得滚瓜烂熟 从来不下水 你永远不懂 什么是游泳 对吗 同意啊 下面这个推论 你同意吗 为什么我们觉得 背了圣经 就懂圣经呢 故意停下来 是让你去想 是吗 为什么我们觉得 把圣经背熟了 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圣经呢 请注意 我没有反对你背圣经 做一个牧师 当中鼓励你背圣经 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按照神的真理 我必须告诉你 也告诉我自己 也要告诉我自己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神的百姓 不是讲给你听 也讲给我自己听 那就是 听道不行道 只是盖了一个好看的房子 这个房子风一吹 水一冲就没有了 你需要行道越野 才能蒙福 这里讲的是 遵行就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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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摩西开始 讲道启示录 但是从头没有讲 听道就得福 听道就得福 没有圣经 全本圣经没有这样讲 当然听道是行道的 第一步了 不听怎么行 但是听道绝对不是终点 弟兄姐妹好吗 不然就好像 我只会被国营大权 只会被食谱 只会被游泳大权 但是从来不去行 永远不明白一样 希望启示录最后一章 这个信息 能够提醒你 也提醒我自己 让我们的属灵建造 是有根有基的 怎么能够有根有基呢 不只听 还要去行 遵守真道的重要 行道使人蒙福 行道使人明白真道 所以行道是认识论的重要主题 你要认识真道 认识真神 或者认识自己 你必须去行道 那怎么行啊 怎么做啊 你各位都听到了 都同意了 我看到你点头点得很坚决 不过你这个坚决的点头 还在听道 你还没行 是吧 那让我们听完这个 行道的重要的道之后 听了之后要去行 好不好 那怎么行啊 这么多 我从小就信耶稣 现在不知道听了多少篇真道 我还有灵修 还有主日学 还有祝道会 不知道多少 没有关系 你选一样开始去做吧 好吗 譬如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得安息 对吗 但是你很多劳苦重担 但是你从来不去耶稣那里 那你怎么能够享受这个安息呢 你必须要去行嘛 对吗 那好了 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选一个吧 举一个例子 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彼此相爱 有没有 原来你不去行 你不了解什么叫做彼此 彼此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去行你才能体会的 那就是一方要主动 另外一方有回应 这个叫彼此 对不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我们有一位老人家身体不好 哎呀 我知道了之后就很想去看看他 于是呢 我就约好的时间 约好的时间 方便的时间 来看完医生回家 我也可以 那下午五点钟 所以我就去为老先生祷告 然后我要走了 我表达一点点关心 这是爱 对吧 这是我付出 是吧 我走的时候 哎呀 真是感谢主 老太太跟我讲一句话 吴牧师师母还没有回来 来 这个便当你拿回去吃 哇 他把他家的晚餐包了一包给我 你了解彼此吗 这个叫彼此 当彼跟此 这两者互动一产生 你才能明白什么叫相爱 才能明白原来 神就是爱 是这个意思 神在爱里面才能工作 你知道吗 于是彼此相爱 就让神在弟兄姐妹之间 做了一个奇妙的改变和联系 这个叫做团契生活 这个叫做生命交流 这个叫做彼此相爱 不是只有我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的 是不是 当你去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等一下就可以了 马上结束了之后 我不会再拖了 马上就要结束了 再忍耐一下 我知道你要去吃午餐 对不对 当然了 午饭时候 看一看有没有一个 你比较不熟悉的人 他好像有一点在这里 有点孤单 要不要你邀请他一起 一起进餐好不好 这个是彼此相爱的第一步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去行 你才能够体会 你才能够明白 那这样我们知道 雅各书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 其实也就是回应了 《启示录》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真理 是吧 那就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侯自己 只听不去行 是自己骗自己 你有被人骗过的经验吗 你们都很聪明 所以没有人说有 那就我只好将我这个笨笨的经验 去买水果 老板啊 水果 甜不甜啊 老板当然说什么 甜 你也知道吗 甜 又多汁 又甜 好了 买一斤回家吃湿了 一打开 哎呦糟糕 又干 又酸了 第一个你要怪谁啊 怪自己嘛 老王卖瓜 当然自卖自夸 你还问他 你要问他的顾客才准嘛 是吧 怪自己笨嘛 是吧 当然怪自己笨 怪完自己之后 要怪老板了 是吧 老板你这个怎么乱骗人的是吧 牧师还敢骗是吧 哎呦 怀恩堂牧师你还敢骗是吧 哎呦 怀恩堂主任牧师你都敢骗是吧 哎呦 我叫两千多个会友 不要你那边做生意了 你看怎么办 是吧 所以第一个怪自己 第二个怪骗你的人嘛 明白了吗 我下面要讲什么 被人欺哄已经是愚昧了 自己欺哄自己呢 先怪自己咯 再来了怪骗你的人咯 谁骗你啊 又是自己 所以这个叫做双重愚昧 雅各书告诉我们 你只去听不去行 你是一个愚昧人 不只愚昧人 是一个双重愚昧的人 因为你自己骗了你自己 我作为各位的牧师 我不希望你 做了双重愚昧人 而我没有告诉你 我愿意你我一起免疫 一起共奔这个天路 我多么愿意 你跟我一起 因为遵行真道 而蒙福 因为遵行真道 而明白真道 各位听得很专心 我非常感谢主 不过到今天 到这个时候为止 12点47分 有点拖了 为止 你还在听 你还没行 我希望等一下 我跟你握手完了 在门口送了你出去之后 第一个就去行 找一个你已经学过的真理 就去行 彼此相爱是其中一个 不是唯一的 还有很多 你就去行 从一个开始 从那个行那个真理 而体会这个真理 认识这个真理 也因为行这个真理 因此蒙福 愿神祝福你 借着你去行道 祝福你 一起祷告 谢谢主 你把这么重要的真理 放在整本圣经里面 到了启示录最后结束 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 你还要提醒我们 我们深深了解你的心意 因为你快要回来了 你多么愿意我们在你回来之前 做好最重要的准备 那就是遵行这书上的话 而且因此蒙福 愿主你恩待 引导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 使我们遵行救人蒙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